不是很正常吗 为什么我们直播也不提啊 那我为什么也不提啊 我为什么还要用毕业理来形容啊 对吧 那所以就是啊 懂得都懂啊 不懂得你说再多也没用啊 那何必呢 就是你相信你看到的 你相信你自己的判断 你觉得这个事没戏了 没戏就没戏了 我们各国各家各找各妈好嘞 对吧 反正咱们也是平水相逢 只是为了一个统顶的目标 相信所以才聚在这里 如果不相信 咱们就各自安好互不打扰嘛 就是对彼此最好的祝福呀 对不对 这个事呢 我觉得大家呢 就是你信也好 或者不信也好 都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去搭做文章 然后呢又生出一些事端 你不管怎么样 你都希望好的结果对不对 所以啊 就是咱们不做猪队友 有的时候 肯定是有人做猪队友 才会出现一些事情嘛 这个是很正常的 咱们就放平心态 反正呢 到现在也不会影响咱什么 因为咱们呢 也不是原来的名字 肯定是 早就已经成为过去事 你就应该要把原来 就给要忘掉 开启新的真诚 知道吧 对的 该工作工作 然后22号过端午节 端午节过后期待好消息 大家放平心态 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 好与坏 成与不成 咱们都是应该要 坦然的面对结果的时候 对吧 就是开讲的时候 那人家说的 让人家说去呗 这时间过得快得很 一晃就过去了 很快的 不就是一个夏天吗 对不对 不带这种 下一秒 下两秒吧 我们也不带这种 时间节奏吧 我们就坦然面对 所有他告诉我们的 时间节点 通知我们什么时候 进场 我们就什么时候进场 我不挑新的几刀 星期到新一天 我不挑的 真的 你们挑吗 我是不挑的 他开心的告诉我哪一天 我开开心心的 悄悄咪咪的进去 看到了我的资产 我悄咪咪的乐 我保证谁也不告诉 是悄咪咪的 不告诉我身边的 亲戚朋友 但是咱们是一伙的 咱们群里伙伴是一伙的 那肯定要告诉大家 大家也悄咪咪的进啊 然后 把自己的资产 好好地守着 等到提前的过后 好好的落代为安了啊 不要瞎折腾了啊 再三提醒啊 不要刷包 不要瞎折腾 不要到处哆嗦啊 低调一点啊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他这个事儿呢 他已经资产重组了嘛 重组了过后 等于说他里面的股东结构 都发生了改变 那么 坏新装 改新业务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还说之前有啥关系呢 对不对 你换个想法去想 如果说一家公司 其中的 比方说反人 或者是其中的哪个总经理 犯了什么事儿 然后人抓了 然后这家公司 没有人管你 没有人打你 但是他的业务 他是知识存在的 那么有新的人来接盘 然后重新的话 把他的资产重组 然后把他的技术啊 或者是功能啊 重新的又研发了一下 然后呢 又重新的开始 对外营业 公司又开始开张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那有问题的是 之前的人呢 对不对 人和事儿分开 咱们分开 就是现在呢 就是有很多人 他就是打着原来的 名字的旗号 然后有很多诈骗的行为 碰瓷的行为 其实不是说 其实真的不是说 我们能不能够重启 和我们重启 是没有半毛型关系 但是呢 是人家假借这个 为由头 然后产生一些 新的诈骗行为 但要理解 他里面表达的意思是 这个还有一个 也不要被大家 有些人呢 在里面呢 大做文章 然后又伸出新的事端 你想一想 不管怎么样 咱们都想着 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你既然想要 有一个好的结果 成与不成 就在这么 一点时间 耐心一点 你就等着看结果 不管好与坏 咱们都能面对 对吧 希望他给了一个 痛快的答案啊 对不对 那不就是一个 散户进场吗 你进场过后 该怎么样的 一目了然呀 对吧 对吧 好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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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